我给你带了 从下午到晚上了 就一杯咖啡 还做我们的宽带 这人肯定是天蝎做的 就是多来几个这样也成啊 至少看着热 刚才啊 我还这样从外头奔几个进来 你说会不是我们这风水有问题啊 要不 我帮你算一下你的水 相信你做 说不定啊 是冲了白氧工了 乌鸦嘴 风水不好也是你防的 远哥 人走得出来吧 可双鱼做得那么翻冲 应该是天蝎做的 你是这的经理还是所有者 如果你要求七天也可以 每天来的是些什么人呢 这里是十二号吧 你们哪位报的警啊 你们谁是负责人啊 他 警察同志我是 下次注意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 好吧 好好好 慢走 站站 我怎么知道 我光不听他们唱歌就忘了突几二零别来了 哥 我错了 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吧 再说 小心点他不是坏是吗 好事啊 警察又没训你们 去帮他们把海拔离开 哦 天啊 别喝 起来到我们看 都做梦的样子 我的三小姐太阳光的位置 还有我这一周的阴晨 还有你 这算什么呀 要是他们天天在这唱 客人可能会越来越来越多 哦 我去原道杯茶 让他热一下嫂 别别别 他只喝成这 OK 哇 看错试骗出来了 又求我还送我里面还请喝东西 哎呀 哥有事求你啊 还真直接 哎呀 那丫头是在你店里打工唱歌 请我帮忙没事吧你啊 不 你知道啊 你那天戏是啥子才看不出来啊 哎呦 我太没面了我 哎 妹子 你看他那不嫌不淡的样啊 我想要都不知道打哪下嘴 哎 哎 你们出的不错吧 这都是女的啊 是女的就是朋友啊 女人的友谊比男人复杂多了 不懂 哎 洪伟跟他好像以前在店里一起做过 你问我你不是问他呢 我问他他也不说呀 这小子难道 别瞎琢磨了 洪伟虽然年纪小可是人家有老婆 有孩子 是新行男人的代表 哪像你一样画新大萝卜 哪有那么夸张 哎 哥 其实我觉得你周围也有很多不错的女孩 这些挺有自色的呀 而且我偷偷问过了 她真的是天秤做的 对你双鱼做 犯臭 那你这死丫头 我告诉你啊 在梦中星座小魔女 把你那些宝贝全给烧 起烧呗 死为十二光 都在我心中 我跟男人啊就是贱 只要不理他了 那叫一个上感 怎么了 算作作 我追女孩太容易了 可一见到她吧 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害怕 想跟她约会都没法说出口 也许你说得对 我就是贱 就是上感的 哎 妹子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凉拌呗 哎 妹子 到底帮我帮我 我真心 来 我倒来 不想混了就答应她 你放心吧 珊珊再没演那家 还有我呢 你说谁呢 刚才这人是何方神圣啊 她来了快一个月了 从来不陪客人喝酒 那人凭什么这么大的面啊 又是前后脚走的 莫非 你一神一鬼换的坏事 有了爱情的男人啊 就是弱智 哎 虎卫 你们以前是怎么认识的 一样啊 我以前在家高级会所里当服务员领班 他也在那唱歌 然后呢 没然后 我就说胡燕 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跟现在差不多 那会儿就有人说他 说他台上像团伙 台下就像个凶女 或者幽灵 不至于吧 怎么这么说人家啊 说这种话的人 肯定是那些被他们甩掉的臭男人说的 你一话说不定也会这样说的 别逗了 我才不会呢 哎 洪伟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还跟以前一样 你们俩的以前到底认不认识 他刚来那天 你就想和我说什么来着 你一定知道关于他的一些事 说来听听我特想知道 哎呀 这信息时代做信息资讯 哪有免费的骨子 都是狼啊 啊 要吗 吃消夜去 我要去 你别呆去 哥 干嘛呢 不住 真有学了 你看得懂吗 看不懂 看不懂你看 看不懂才看呢 起来啊 连哥 你书法永远都充满了哲理 别派我马蹄啊 你猜那瓶子 该配多少还得给我配多少 好 哥 这书到底说什么呀 时间的历史 这本书里的每个字我都认识 可是合在一起 还真有点不太懂 这么跟你说吧 霍金教授在这本书里 试图回答埃斯坦提出的一个重名的问题 即时间之前与时间之后的存在 也就是上帝是否存在 牛顿教授在晚年时期 试图用物理学的方法 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而霍金教授则是跨过了这个 他试图去理解上帝的精神 你们看啊 人的生命有始有终 而时间呢 无始无终对吧 这人疯了 那是相当的疯了 没错 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不是天才就是疯子 感谢观看